那欺民长老见李云霄和林木迪束手旁观 都是心中一喜 将全部心思放在了龟须身上 宁可悦尽力长空不动 双手抱在胸前细血的看着他们布阵 但很快他脸上就露出了惊诧的神色来 倒不是说这阵法有多厉害 而是欺人所布之阵 正是自己当年炼制千年一谋时 镶嵌在圣器内的某种规则 也就是说 这七人领悟了圣器中的这种规则 然后以阵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嗯 不错 从近来到现在 总算看到了一些让我欣慰的东西 宁可悦表现得饶有兴趣起来 七个人很快站稳了各自的方位 呈现出锥形 好似一支箭的箭头 所有人的力量顿时叠加在一起 红光连成一片 空间如水文般波动开 不错 这道规则之力 你们掌握得很好 宁可悦真心地夸赞起来 突然他眼眸当中掠过一丝金色 这是 在那波动的空间上 隐约有旋律传出 一下整个波动就乱开来 好似原本就乱颤的湖面 再次投下了一块巨石 一柄巨型的透明长弓 仿佛就是天空的缩影 在七名长老身前凝聚出来 李云霄惊到 圣气之力 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那柄透明长弓 正是圣气千年一谋的力量所凝 宁可悦的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但并未慌乱而是一只手拖着下巴 沉思道 难道说 起气并没有完全掌控这圣气 他眼中惊芒一闪 拍手叫道 一定是如此了 若他真的掌控了圣气 根本就不需要派出你们这些喽啰出来 凭借他自己与这圣气之力 就能与我一战了 难怪他会不断地派人出来试探 哼 一派胡言 不知所云 死到临头还敢放肆 赤木怒吼一声 七人同时掐绝出力 所有人的力量不断传导向前 叠加在一起 凝成一只巨大的红箭矢 搭在那空间之弓上 剑与弓触碰在一起 迸发出无穷威能 一道鲜红色的螺旋 像风车一样在天空上荡漾 七人 正式之力与圣气威能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瑕疵 李云霄和林木迪 都是眼睛亮了起来 看得不断点头 这七位长老 修炼的几乎是同种功法 而且他们都是最纯粹的血色月童 力量属性也一模一样 所以运用起这种合机术来 可以无缝连接 最完美地融洽在一起 如此绝强的招式下 即便是规虚 怕也难以轻易抵挡 行乐之剑 七个人同时大喝 争得一声巨颤 高空上传来鼓音震荡 那透明之弓 更是发出嗡嗡的声响 巨大的红色箭矢穿梭而去 如一艘巨大的战舰碾碾压长空 宁可悦不敢大意 往后退了七步 拉开一定的距离 李云霄眉头微挑 他清晰地感应到 宁可悦每一步都踩在空间节点上 他也在借助盛气之力 看来这一件已经对他造成威胁了 毕竟千年一谋 本就是规虚打造出来的 所以其内规则一清二楚 七步踩出后 整个人就与天空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定眼望去 气势都发生了极大改变 仿佛这片天空之主 齐民长老同样震惊不已 心头都是巨颤 似乎宁可悦身上有一种闭逆天下 让他们仰视之感 而且这种仰视并不陌生 仿佛是骨穴里面与生俱来的 七人当中那两名虚极神境的长老骇然相望 心神几乎失守 他们在宁可悦融入天空的一刻 似乎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宁可悦退出七步后 双手飞速掐绝 身上一片蒙蒙鸿芒 与他的眼眸凝成一色 绝影当中升起一轮圆光 在掌心下画出一道静光般的壁垒 拦在自己的身前 红色箭矢 击在那光壁上刺入几分 鸭的宁可悦往后滑行了数十丈远 但却在南境分毫 恐怖的灵鸭在两股力量之间寻找发泄口 化成一道道游龙冲向四面八方 不断有灵鸭化龙轰炸在大地上 大片的铜族被轰得粉身碎骨 建筑成片倒塌 这才惊醒了那些跪拜的铜族之人 全都从狂热的执迷当中回过神来 震惊地望着天空上 是七老 竟然是七老出手了 天哪 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 竟然能和七老抗衡 惊呼从四面八方传来 七老的脸色都是十分难看 因为他们知道 对面这个女子抗衡的 可不仅仅是他们七人 还有隐藏在王城内的月童之王 起气 起气虽然没有正面出手 但却调动了盛气之力 凝成空间巨躬 将他们七人联手之力 再次提升一倍 即便如此 也轻易被宁可跃接了下来 此刻七老的内心 犹如掀起惊涛 万难相信眼前这一幕 赤木与另外一名 虚极神进的长老 更是心中聚颤 几乎就信了眼前之人 正是他们的先祖 归须 王城宫殿内 一名男子模样的容器 也是满脸惊恐 望着前方水墓中对决的影子 男子身前旋转着一柄透明长弓 那弓恍惚了一下 就消失在前方 这 男子身旁 因为女子模样的容器 露出雪白的大腿和肚脐来 满脸金蓉 这 这怎么可能 王 这几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男子 正是月童之王起气 脸孔阴沉地 要滴出水来 而眼底却是浮现出恐惧的神色 女子感受到了起气的心情 小心地将火辣辣的身躯贴了上来 柔声说道 王 不要生气 此人虽然厉害 但现在也被七老和盛气的力量压制住 离失败也不远了 啪 一个清晰响亮的耳光 扇在那女子脸上 女子痛苦地尖叫一声 便捂着脸 嘴角流下血来 满口牙齿 更是全部碎裂 起气 阴沉着脸盯着她 骂道 你懂个屁啊 滚 女子委屈地流下泪来 低着头哭道 我 我是不懂 我只是想 好好的待在王的身边 伺候王 起气 眉头微皱 哼了一声 便拂袖道 这下 真的是麻烦大了 此人 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月童之祖 龟虚 龟虚 女子 恶然愣了一下 目光望向不远处的王座 在王座的后方 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图腾 一轮 血色的月亮凝固在长空上 俯瞰大地众生 下方是无数的各种子民 下跪朝拜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狂热的执着和痴迷 这雕刻上的场景 就和先前城内百姓的状态一模一样 起气 看着那雕刻 心情异常的沉重 女子 柔了柔被打疼的脸 轻声说道 王 既然是龟虚先祖回来了 那不是更好吗 为何要如此忧虑 起气 复首而立 沉声说道 相传 这个世界 并非是完整的独立世界 而是由龟虚老祖制造出来的 而且本王在修炼的过程中 也曾多次感受到 这片天地间存在桎固压力 应当是当年龟虚老祖的炼化之力 虽然无数年来被历代月同之王击散 并且雄心勃勃地 想要重新炼化世界 但 皆不可得 而龟虚老祖生存的空间 是一处世界等级更高的地方 当年因为各种缘由 才将我同之一族 放入此世界中来 女子不解道 现在龟虚老祖回来了 也许就会带我们到更高级的世界去呀 这不是好事吗 琪琪点了点头 这也许是好事 但对你我而言 绝不是好事 首先 龟虚老祖回来了 我这个王 自然就不再是王了 而且一旦进入更高等的世界 那个世界中 必然有比我们更为强大的存在 我们要占据资源 就必然会起争执和战斗 对整个童族而言 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女子说道 这些龟虚大人 应该会有所考虑吧 我听闻当年我族被流放到这个空间 正是因为龟虚大人被人追杀 为了保存我族一脉 这才将同族转移过来的 唉 琪琪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继续阴沉着脸盯着那水墨 若是我能够完全掌控这片世界之力的话 该有多好啊 即便是龟虚也无法奈何我 只可惜啊 女子惊道 王不会真的想和龟虚老族死战吧 琪琪哼了一声 谁知道呢 女子满脸金色 捂着脸 不敢再说话 只是觉得四肢冰冷 似乎有巨大的改变 正在等待着她 不仅是她 而且是整个王城内上亿的族人 琪琪突然身影一闪 就消失在了大殿上 女子尖叫了一声 却没有任何回音 她满脸焦急 也急匆匆的转身跑了下去 而此刻 在王城数万里的高空上 那巨大的红色箭矢 与闭光还在对峙 不相上下 不同的是 琪琪长老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而宁可乐 则是由之前的凝重 慢慢放松下来 突然 宁可乐身后空间微晃 吃的一声就被撕裂开 一名男子踏足而出 抬起手便抓下一柄巨剑 展向宁可乐的背心 胆小如鼠的王 你终于出来了吗 宁可乐嘴角扬起 不屑地吃笑一声